12月30日,金章高铁正式开通运营 张家口至北京最快运行时间 游之前的3小时7分压缩至56分钟 金章高铁从北京枢纽北京北站引出 线路全长174公里 全线设置北京北、青河、沙河、昌平、八达岭长城 东花园北、淮来、夏花园北、宣化北、张家口10座车站 自2015年12月开工建设 金章高铁运用了国内领先的技术及工艺 建成了世界上最大埋深102米 最大地下建筑4.1万平方米的高铁八达岭长城站 并在世界上首次实现了复兴号智能动车组 时速350公里自动驾驶 八达岭长城站它本身坐落在地下102米 采用了咱们国产扶梯提升高度最大的 也就是说42米的提升高度的大扶梯 它是地下有四条铁路线 整个地下的建筑面积达到了4.1万平方米 同时我们这个车还具备自动驾驶功能 基本上就是能够达到到点自动发车 然后区间是自动行车 到站自动停车 停车车门自动打开 然后车门是跟我的站台门联动 通过这种车机联动达到了提高城市的舒适性 保证了运营安全降低了这个司机的疲劳度等等 京长高铁运营线路上的动车组则针对低温运行的特点被重新设计 保障列车在低温下安全运行 我们这个动车组啊 各个系统都是针对了低温的设计 你包括防寒防雪啊 防寒保温 然后低温的元气件的设计 然后通过各个方面的密封条件 来达到了零下40度这么一个运行环境 来保证咱们运行线路的绝对安全 线路开通运营当天 也有许多专程来体验的乘客 其中不少人表示 感受最大的是 这趟列车速度快 舒适度高 就在七几年吧 那是坐的是大绿皮车 那个车的冤灰 你走一路全是黑的 现在越来越好了 就三个多小时 压缩到56分钟高铁 平时可能开车回来更多一点 开车回来大概在三个小时左右 这个车呢 我没有感觉 这还没坐 还没坐稳 然后基本就到了 非常非常快 感觉很幸福 真的很幸福 据介绍 金章高铁线路向西 与同日开通运营的 张家口至呼和浩特 张家口至大同 两条高速铁路相连 向东与北京枢纽连通 呼和浩特至北京 最快运行时间 由9小时15分钟压缩 至2小时18分钟 大同至北京 最快1小时42分钟可达 更多精彩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于是 我现在在这里 已有点重序 做一个小时 explanation 那么正确 我现在在这一段 收入了 并且说明 那么就能够 那些最后 你可以找到